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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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的媽媽其實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經常約我兒子去玩 他的女兒跟我兒子很友善 帶我兒子去問過我 其實他問我 其實你會不會和我們一起回教會 我說我還很標榜自己 我是一個佛教徒 不過我兒子的信仰我是不介意的 他說這樣就好了 他就約了我兒子 跟他的女兒一起去吃東西 又經常玩 帶了他回到他的英文教會 在柴灣很遠 我當時已經搬到馬安山 他才帶我兒子去 你想想在馬安山要去柴灣 其實那時的交通沒有那麼多路線 轉了很多次車 而且很早 我是一個很夜睡的人 但很早就要爬起來 其實因為我兒子不懂自己去 我也不想麻煩人家找車載他去 我說好啊好啊 我帶我兒子去 我兒子因為覺得是去玩 他很開心很著躍很想去 我就陪他去 其實我陪了他之後 我就沒有留在一個教會 因為他有上兒童班 主日學那些 我就自己走出街 做一些自己正在做的事 喜歡做的事 或者走來走去 直接消磨時間 到時還是上去接他 就是這樣 但不是喔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你親到兒子 兒子走出去的時候 人家說缺字 你又走 沒那麼快走出去 其實你當時心態已經說 好 我很相信耶穌良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我兒子去了一個暑期 有一個叫做 我想是一個兒童的workshop 他們就學了一些歌 一個歌劇 一個話劇 又唱歌 有一群小朋友很開心 他們就在暑假完成了之後 就有一個表演 就邀請父母去看他的表演 當然 他邀請我和我先生一起 看我兒子的表演 看完表演 我被人拉了出去 跟我兒子一起 站在教會的中間 有一個外國籍的牧師 就講英文 我聽得很少 其實我不知道在做什麼 但是後來我知道 原來這個叫做缺字 原來我當日缺了字 我都不知道我是缺了字 真的猛成城 是很多人恭喜我的 那裡有些家長 有些外國人 有些中國人 都恭喜我 感謝主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Kendy 你可不可以說 這個是神的恩典很奇妙呢 這個猛成城的神主 其實上帝就是這麼奇妙 其實那一刻我會形容 那種子已經放進去 雖然他猛 因為我們永遠 人在走著的時候 我們明顯上帝也是猛 我最近聽到一個牧師說 很好笑的 他說其實在神的眼中 我們都弱智 不過只是我們在人的眼中 看那些比我們的智商再低一點 其實你看他們不順眼 但是其實神體我們每個都是一樣的 但他又奇怪 我突然和大家去聊天的時候 你又去一些報道會 還有一個很大型的 郭福林的報道會 你都不相信 你還有一個佛教徒 你為什麼又去陪兒子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自己 是一個佛教徒 其實我沒有身份 但其實我剛才提過的報道會 其實之前因為在我當中有經歷 應該是我和神之間 神給我有一個奇蹟 在我身上發生了 那個奇蹟是什麼呢 其實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夜睡覺的人 因為以前生活富裕 不用工作 因為做的生意是投資 賺到錢 生意很好 即是說很小時間的 過眼雲煙那段時間 就變成一個自然睡覺 自然起床的人 好像很幸福 好像很幸福 是喜歡三點睡 又只有四點睡 天亮睡都可以 不睡都可以 但是我養成這個習慣之後 當我躲下去一個低谷的時候 這樣的生活習慣的人 如果不改變 是不可能有工作 找不可能一份工作適合我 除非我半夜三更上班 也不會 這是我人生在那段時間 最多阻滯的 我的經濟跌到低谷 我需要生活 但是我又找不到工作 可否以為是最難捱 其實是捱不到的 現在回想回頭 我不知道自己怎樣捱 但是那段時間 我會想一下我需要工作 但是我要休息 我要睡覺 於是我試一下用藥物 別人說安眠藥 吃完十分鐘之內就會睡覺 其實我還很快 吃完三五分鐘就睡覺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舒服 因為睡不著覺的人很辛苦 會想很多事情 想回以前的事情 又想自己 將來沒有將來 經常想很多事情 想到自己的情緒很差 於是我就靠藥物 安眠藥 醫生不會無緣無故開給你的 也不會開很多給你的 那我就想一些不適合的途徑 問一些朋友 喂 原來他們 不過這些已經過去了的東西 他們總之有辦法 幫我買到一些安眠藥給我 那一次過就買了五顆給我 其實五顆只可以吃到 我吃半顆而已 只吃了十天而已 那我吃了六天 哇 六天都很舒服 但是我又覺得有個聲音 在我的腦裡 真的覺得不行 你這樣吃安眠藥 會上癮 知道自己上癮了 於是我還有四天的安眠藥 就沒得吃了 但是原來 我兒子的同學的媽媽 我這位姊妹 又曾經播放了一顆種子 在我身上 但在未播放的時候 我的問題很想知道 因為你睡不著覺的時候 相信大家的觀眾 不是單體一方面 就是你想找工作 或者想走一個正常的時間 而是你睡不著覺 是因為有很多你那樣的經歷的情緒 甚至乎你的困擾 你自我 有沒有自我評價很低 甚至是覺得自己很沒用 或者你想為一個家庭付出一些東西 去令到你自己有一個價值 你有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其實有的 其實很想重新建立一些東西 好像想一個小朋友跌倒了 想辦法爬起來 但是又繼續跌倒 又想爬起來 但是那種感覺 那種動力是不夠的 你的困擾是怎樣 可以形容得到你那種同 那種困境嗎 真的不想生存 其實不想在這個世界上 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很沒價值 但是你覺得 一刻出現的時候 當然你會想到很久 還是一剎那你想出現這個東西 想離開這個世界 有的 有的 是的 因為這個時間 其實我是藏起自己 除了我沒有辦法避免 我要和我兒子會見面 在家裡會見到 因為我先生依然都是 他做的工作是上夜班的 日和夜大家見不到 那其實我是刻意把自己的情緒 藏起 不想自己都不開心 不想影響他 但是 對於我的小朋友 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對他有很多遺憾 不過好在 他在這樣的程度下 他都沒有影響了他的成長 我是很感恩的 但是你是在抑壓你的情緒 希望將整個環境去平靜 是的 但是你的情緒爆煲 爆了 支持不了 是的 因為很自責 因為整個過程 在我很希望 很有錢 在投資的生意上面 更上一層樓 那個心態 其實我覺得是 我自己很想要的 其實我先生是被我拖累了的 其實我先生是支持我 我就算那個決定 我堅持 他就支持我 所以我覺得 我很想為他兩父子 照顧他們 因為 你想想 這間屋只有五分一的尺寸 我是不會有工人用的 以前是有工人的 工人幫了我們很多東西 但也種壞了我們很多東西 我們所有的習慣都依賴了 我很想令到兩父子很舒服 又回到以前幾成都好 我也很想照顧家庭 但我開始心力交稅 疲勞 他根本是支持不到自己 繼續做下去 所以 心中有很多埋怨 有很多不開心 有時候就會發洩在我兒子裡 我覺得很內疚 其實我兒子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在很多媽媽心目中 他是一個120分的小朋友 但他當然有少少缺點 他就不喜歡收拾東西 我就雞蛋去挑骨頭 OK 其實究竟Janny 我剛才問到他在低谷裡的時候 究竟他想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有甚麼引發到他 拉回去回頭呢 下一個環節 我又再跟你說 下一次見 很向往台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還想移民台灣 那就要快樂 全民蔡英文上台 是會收緊香港人移民去台灣的條件 如果想知道多些 在台灣置業 投資和升學的移民方法 在6月25號下午2點至4點 在MIHK就會有一個 由知城環球舉辦的 移民台灣免費講座 還有機會 可以得到來回台灣的機票一張 詳程可以致電 3955-8673 或者E-mail去 cse-mihk.tv 名額有限 要立刻報名 想幫自己找多個安居樂業的門楼 記得不要錯過 6月25號下午見 呢? MING PAO CANADA